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给国家签什么麻烦 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 卓林恪守着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 言行要谨慎地提醒 在北京家中安享周晚年时光 很长一段时间 卓林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 再也见不到相如以沫 五十八载的哪个身影了 再也听不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了 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 然而 当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 卓林却向家人 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 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于是 丧氏从简 他在家里没有设灵堂 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 以方便亲友悼念 每逢季日 卓林都会欲经买些花板 在院子里抛洒 边洒边喊 啊耶子 给你洒花了 你听见了没有 这情这情 令人动容 他说 他去世了 全家人都很悲哀 但这是自然规律 每年他的生日 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时一样 一块给他过生日 纪念他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 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汤生活 这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两个未了的遗愿 1997年6月30日 卓林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 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代表邓小平推现了他生前七代已久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晚年的卓林 生活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 每天早饭后 卓林要听上一会儿惊喜 这是他一生的爱好 小时候 他家里有一部老是留声机 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 每天放学后 他都会仔细的听上几遍 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 几十年过去了 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卓林还喜欢听评书 他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 随唐演义等评书的落音带 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 他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 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 还多次被《红楼梦》研究有关部门捐款 近些年来 卓林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 他多次为云南的希望工程捐款 并同姐姐普大英联名致涵家乡领导说 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 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 尤其儿童教育问题 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我们现已年迈 常也不能为家乡多做贡献而内疚 还随近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 以表心意 2008年52汶川大地震后 在家人也连续两天匿名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后 卓林再次与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 又拿出自己多年的工资积蓄 向灾区人民捐款十万元人民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昱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昱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